Tiffany 可能每个女孩都会有一条 如果你考虑送女朋友一条Tiffany链 看完这个视频,可能你会改变主意 Tiffany 商链聚式颈链,官方售价港币2400元一条 大了两年后,或者根本没带 摆上二手网卖,叫价300 Tiffany 串珠手链,官方售价1400元一条 摆上二手网卖,叫价488元 原价接近5000元港币的物品 现在叫价788元,各样八成以上 还不一定有人买,简单来说 它们就是一些严重贬值的物品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买呢? 当然啦,它还可以赋予金钱以外的回馈 譬如录显你有品味,有男人爱惜,有纪念意义,襯托你的高贵美丽等等 毕竟也不是人人可以像洩海琪那样说 我不需要Tiffany的嘛 如果以富人思维出发,我们应该尽量少买一些只带来虚荣 但没有升值潜力的物品 假设,你也是在两年前的圣诞节 18年12月,但买的不是Tiffany,而是Tiffany股票 当时作价72元左右一股,大约是港币560元 假设你买了10股,5600元,它现在又价值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看,你在这个时候入场,中间经历了一些高低起伏 去到今年初,Tiffany一度高建133美元 甚至去到全球疫情爆发,影响Tiffany生意大幅下滑 股价一两度下插,但很快都重拾的位置 现在是20年8月,它就维持在美元125元左右 即是当年的5600元港币,现在增值到9750元 帐幅近八成,当然啦,差不多两年才升八成 不算多,如果是买Tesla的话,四个月都翻超过一倍啦 那可能你会问,我怎才知道它何时升何时跌? 其实一只基本面良好的公司,即使有短期的下挫 始终日后都会有发动声势的时日 但如果你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坐艇等 你就要依靠各种技术图表 股票分析软件,大数据,去观察这些股票 何时得到资金的青睐,带动股价向上 从而捕捉到理想的入场时机! 好了,说到这里,不知道你还想买Tiffinney的链 还是Tiffinney的股票啦? 不过我就要去看看Prada的股票先 因为最近Prada 1913的状态非常不错 应该会展开一轮的声势 我们在免费的数据上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你会见到5月29日开始这一天 就有一个跳升很大的羊竹出现了 而之后的两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成交 所以这一天是一个不可以说是有大户资金追入的日子 但随后就横行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跌下来 有一个会调洗仓的情况出现 再横盘走一段时间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通常有些拉升之后就有些横盘的整理 这几天的日子我们见到成交开始放量了 因为前面横盘整理的时候 那个成交都收缩得比较明显 一直都在20日移动平均线下 而去到7月28日 就开始连续3日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我们就拿这个第三日K线去做一个量度指标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画一个箱体 这个箱体因为它的上影线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不把上影线包固在上面 我们可以看看第二天的走势 有没有跌低过这个箱体 如果跌低过的 基本上它就是未开始去做突破 你见到第二天的竹身也是超越了这个箱体的顶方 其实在这一天我们就已经可以去追进了 所以收费的大数据又看到什么迹象了 在收费数据上面 看到Prada其实之前是有很多的蟹货 疫情未爆发之前 很多人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入货 但是一爆发疫情之后 它的股价就有下压 很多人都被压住了 在前一轮的升浪 就是5月28日 差不多全部的蟹货都清走了 然后就进入盘证 你会发现大户的控仓开始有上升 我们怎么看大户的控仓呢 在图表这个部分 绿色的地方代表着蟹货 而红色就是大户的资金 一般股票的股价要拉升 其实也是需要大户资金进场才可以做得到 而这个图表还可以看到上面的飘带 飘带其实就是显示多头和空头的势力 你会看到7月22日的时候 它已经离开了盘整期 再次进入了一个红色的飘带 升浪里面 而中间这个我们叫做Trend Line 其实它是一个道士K線 它就反映了一个上进的动力 那你会看到 红色加上一个紫色的虚色在下面 就是代表它在一个声势里面 而红转绿那天 就是有机会代表它是回调转势的 那我们在红转绿那天的K線画一个格子 看看第二天会不会有跌穿 如果跌穿了 可能就要做一个止泻 或者先离场 等它回复声势才入场 但你看到我们画完之后 它第二天也没有跌穿 表示它向上的机会也非常大 现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大户的资金 其实控仓是越来越多 已经去到75%以上 而且也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那筹码呢 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就是反映了一些大户的资金成本区 可以看到落在29.5这个位置 就会是庄家的主要成本家 所以现在升到33元的话 暂时来说 庄家的获利也只有10%左右 所以如是它应该会有上升趋势在后面 多谢大家收看 我是为你送上大户风向的小峰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赞好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